大家好,我是港豬 可能大家最近聽很多新聞 很多Youtubers都會說 接下來的秋季預算案 很有可能加稅 但最近幾天又有些風聲傳出 就是工黨政府 可能會通過修改一些財政政策 玩得像公共財技一樣 令到政府有機會是要加稅 但可能加少些 有些方法是可以令到政府額外 再借多些錢回來 是不需要每次打納稅人主義 甚至剛剛這個週末 有息息傳出 連有工黨自己的國議員 都要求他們的財商 你想想這個方法 真的可以走一通 因為這樣多了幾百億給你花 不需要加多稅 做福人群 今集就講講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究竟怎樣可以空手入白刃 無端端套出幾百億英鎊出來呢? 但不需要加這麼多稅 當中的狐奴是買什麼藥 玩什麼公共財技呢? 開始之前賣過廣告 記得comment,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一個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不需要多說 大家都知道 現在英國政府面對的困難 就是財困 有財政黑洞 以及要推行政策 要花很多錢 接下來10月30日 工黨這個財政預算案 已經吹散風華會加稅 但最近就想到一些市橋 我會認為是市橋 或者一些叫 古惑的招數 怎樣可以用一些語言藝術 在財金的規矩方面 在金融政策方面 在公共財政政策方面 做一些修改 政府怎樣賺到錢 說這些事前 先要解釋一下 整件事 背景 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挖空心思 要搞那麼多 原來 現在政府的制度 就是有些所謂 Fiscal Rules 一些叫財政政策 這些是一些 我們形容為non-negotiable 是沒得談的 就是說 政府承諾了它會遵守 因為如果他們有一個很好的 管理公共財政的一些政策的話 那對於外界 無論是外面的投資者 或者是一些 整個國際上 買英國債的一些 機構投資者來說 都會有信心 就會覺得英國政府 是管理到 妥善管理到的財政 所以他們就不會擔心 就是公共財政的問題 從而影響到 比如說 扯高息率 這個曾經發生過 在List Trust 就是卓維斯 做手上的短短幾十日期間 他因為有一個秋季預算案 但是 原來是未經這個獨立的部門審計過 以及也都解釋不到 如果減稅的話 錢從何來 就令到外圍的很多投資者很擔心 英國究竟公共財政 是不是真的解決數 所以夾高到 就是息口高了很多 還有就是債券 國債 英國政府借錢法 國債的息口扯高了很多 令到很多人身受其害 經濟都受到一些影響 這個很容易會重現 如果今次工黨 搞不定這個財政預算案 所以最重要就是看看 究竟這些財政政策 是否守得住 有兩大條的政策 工黨答應了會遵守 以及不會動搖 第一個 就是 那個 借貸 即是政府借貸 如果我們看一個五年的預算 五年的預算 如果我們從今年 我們數到五年之後 去到第五年的時候 借貸比率 作為國家的GDP 即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 是必須要有下降的 即是說 現在和五年後比較 五年後 國家借的錢 和整個經濟體的規模 比較來說 應該要少了 即是說 要長遠來說 借少些錢 因為借錢多 對於公共財政有負擔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 是工黨繼承了保守黨 但是他們都說 他們會遵守的一個 金融政策 或者叫公共財政政策 至於第二個 就是工黨都承諾了的 就是說 政府日常開支 日常開支 是會全部 由政府的收入 即是稅收那些 去埋單 簡單來說 就是 你不會借錢 去應付日常政府的營運開支 如果打個比喻 就等於家裡 借錢來做什麼 如果你說借錢來買樓 借錢來買車 這些 是一些資本投資 是長線的投資 提升了家居的舒適度 提高了生活水平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說日常買送 日常的電費 水費 你都是要借錢回來 才可以交到應付 那就證明你是在財政上管理不當 這個當然 就不可以接受 所以工黨就說 他們的日常的價值 都會全部由庫房收入回來 即是收稅 去到支出 這兩大條 金科玉律 是工黨政府不能夠改的 錢不夠夾死 因為如果我們有新的投資 譬如說政府有新的基建要搞 要請多些教師 又要搞好NHS 又要增加火供應 那錢從何來呢 你要借少些錢 你又不可以 就是把那些日常的開支都借回來 那怎樣解決呢 這個時候就是這些 古惑的招數 語言藝術出現的時候 首先剛才說過 借貸就是要減少的 而其中一個正在吹風 政府會想的事情就是 我們將部分一些公營的機構 公營的部門 尤其是工黨在近來 因為他們上台之後 去設立的一些公營機構 將他們的帳數 就跟政府切割 即是說 媽媽生兒子 也踢兒子出街了 兒子 外面是借錢 或是吹風生水氣 都不關政府的事 所以在帳目上 就玩財技了 帳目不關政府的 他們有獨立的財目 所以呢 如果有些推行政策 例如有些基建 一些大型的發展 我建一個新的架構出來 建一個新的公司 或是公營的機構出來 由他們背了那條數 是他們借錢而已 不是英國政府借錢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那條數 射到別的地方了 這個情況其實也不是沒有發生的 這個叫商業市場也有的 例如根據一些上市規定 那些核數規定 據我所知 港珠有限理解 如果一個子公司 或者持有部分股份的公司 它的股份的佔有個比率 是不過某個數 可能就不需要當它是 將它的數目 押入沒有公司的數目 是有這些規定的 其實可以在財務部門上 捏來捏去 折來折去 讓盤數更好 這個可以幫助到 這個工黨政府 是剛才說的那一條 借貸要下降 明明你要搞多些基建 明明要花多些錢 但偏偏借的錢 就射到其他地方 這是第一條絕巧 第二條絕巧就是 如何把哪些東西視為債 哪些東西視為不是債 哪些東西視為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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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重新定義的方法 真是語言藝術 重新定義 可能令政府的虧損 沒有那麼嚴重 那怎樣做呢 怎樣可以想到這條 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其中一樣 就是看看英倫銀行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其實無論美國也好英國也好 都是曾經行過這個量化寬鬆 就是QA的政策 簡單一點來說 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 英倫銀行多次用QA的方法 去刺激經濟 怎樣做呢 就是買債 英倫銀行將國債買回來 推高他們的價錢 於是就將長期的息率 是會降低了的 但是到了2022年11月 即是說疫情的後段 疫情完結的時候 這個英倫銀行就開始緊縮 就是QA的QA的 量化緊縮的政策 首先就是 他們的債到期 買回來的債到期之後 他們不會出發錢出來 再買新債 第二就是 如果他本身還拿著一些債 他會將債賣給其他投資者 但是這件事就出了問題 令到政府或英倫銀行會虧錢 因為他們賣債的時候 債的價格其實是低過買回來的價錢 因為息口又上升了 過去一段時間 即是說他們虧著買的 買回來可能是95元的 但是賣出去可能只剩下70元80元 於是英倫銀行是有很大的虧損 現在其實估計 即是根據2月的時候 國會有一個跨黨派的委員會 曾經檢討過這些問題 就似乎計算出來 原來這個英倫銀行 因為這些賣債的行為 他們可能是虧損達到500億至1300億英鎊 因為英倫銀行的賣債是他背負責 變相會影響到政府的賣債 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 又是可不可以玩那招 就是我們不當那些是虧損 即是說 沒事沒事 大家沒事 只是錯覺而已 我們政府不是在虧很多錢 所以又是令到賣債好 於是他不會出現了剛才說的情況 就是政府虧了很多錢 於是就是影響到財政 令到財政的狀況會英俊了很多 第三條計劃就是 如果政府本來要借錢 去做某些基礎建設 例如修橋保路、起學校、起醫院 正常就借錢 借錢就借錢 那你就當是debt 但因為剛才說過 不可以是五年之後 借貸是高過五年前 那怎麼辦呢? 他想這條計劃就是 這些不當是借貸 當是public sector net worth 公共的範疇 公家擁有的資產 即是政府的借錢 就會說 不算借錢 其實就是公有的資產增長的一部分 於是根據估算 可能會這樣 就是釋放到570億出來 即是說 可能達到500多億英鎊 他不當是借錢 於是呢 你就可以不需要說 喂 我們要用回剛才說的第二條 rule 第二條fiscal rule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處理到那些問題的話 他是要用政府收入 是填一些經常性開支 但現在政府的錢只有這麼多 如果你拿了多些錢 去做修橋保路那些 而這樣的話 是令到你不夠錢做經常性營運 你就要借錢 那當然不行 於是他首先就想 借錢呢 我就不當是借錢 那另外呢 就是 令到盤數靚子之餘 亦都是令到 我是可以不需要加這麼多稅 去填回政府的負數 不夠錢那樣東西 即是你不想借這麼多錢 那你要不就加稅 但是呢 現在就可以既借錢下來 又不需要爆了quota 所以就可以不用加這麼多稅 不需要收這麼多稅 不需要提高稅率 這個呢 又是另一條屎橋 又是一個語言藝術 怎麼可以做到呢 說了那麼久 大家可能最關心的就是 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很明顯呢 好像剛才所說 政府呢 是可以借多了錢 而不會影響到 他那個公共財政的規矩 不會被打破 也因為這樣呢 他不需要提升這個稅務收入 例如加稅 去到令到他收入那部分 增長去填回他的支出 因為他可以借多一點也可以 可以負數多一點也可以 簡單來說 那很自然就是 現在有個風吹出來 就是可能都是會加稅 但是那個幅度呢 可能沒有那麼多 或者可能是不需要那麼多種稅 去加稅 尤其是工黨也是給他自己競選的承諾 夾死自己 就是不會向打工仔開刀 不會向working people開刀 包括就是入息稅 不會加 他們也都說過 就是Ni 我們不會加Ni 因為你是打工仔要給的錢 所以這些動不了的時候 就唯有打其他稅行主義 但是有限的 其他稅行你不能無限量這樣加 之前有一集我講過 可能加這個資產生力稅 已經由二十幾 加到三十幾 差不多四成這樣 這個呢 又是對市場有很大的震盪 政府是不是真的很莫財 通過玩這個財技 第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會感受到的 就是可能加稅加少些 也都少些情況之下 是需要加多些稅 受影響的人會少些 這個當然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當然就是 整個經濟的發展 因為政府本來勒著勒著 不敢做那麼多 基礎建設的投資 收橋補路 建學校建議院 又或者刺激經濟的措施 但是現在不同了 它可以借多些 所以呢 它可以投資下去 很自然會對經濟有刺激的作用 但是也注意 不是完全是好事 首先有一個很大的潛在的壞處 這就是為什麼呢 現在說 財商未必會用盡了 就像剛才所說 可能你將它的名稱改改改 將它的定義改改改 可能令到政府可以借多 五百多億英鎊 但是現在有些評論員 認為可能它不會拿盡 這件事的 希望就是逐少逐少地去 借這個quota 就不要那麼大影響 因為有一件事是會有很大影響 就是如果政府借多了錢的話 其實是會推高到息率的 因為你借得多 就會令到利息會上升 那個百分比的息率 其實是會間接地影響其他東西的 包括就是不是阿公借錢 例如各位 如果是要私人的貸款 又或者是按揭 其實是有可能都會隨著整體的息率 而繼續扯高的 即是無論阿公借錢 借得多於是扯高了息率之外 令到各位小市民大家去借錢 包括按揭 都有可能息率會高的 這個也可能會影響到 就是未來那兩三年 可能各位公樓人士 看到那個按揭的息率 未必是低到 好像當年接近零的階段 未必會發生的 就是因為公共財政 公共的借貸 都會影響到 這個可能大家要捱的一件事 各位公樓的人士 另外當然有些聲音就是 你這樣影響政府公共信力 玩這個財技 玩語言藝術 掩眼法 就說 其實我是沒有借到多些錢的 我們的財政是很穩健的 這個是會不會受 即是外面的機構投資者 外面買債的人 他們會不會受呢 會不會覺得 不是 你英國政府的公共財政風險高了 所以我要收回高一點的利息 才肯去買這個國債 因為很多時候 國債都會用一個名息 就像拍賣一樣 當那些買家 他們想買國債的時候 他們定期會拿出來買的 英國政府 美國政府 定期拿新一批國債出來買 他們買的時候 就會想風險高 好了 我在競投的時候 我就要求 是一個某個價錢去買 變相就是說 息率會高成怎樣 這個就是會推高了息率 這個時候卓偉斯年代就發生過 夾高了那個 那一段時間 拿出來拍賣的 那批國債的息率是高了的 這個呢 是要視乎市場是否快 認同你這些招 是值得玩應該玩的 另外 對於公當來說 也有一個政治壓力 就是 我們之前 過去那兩三年 一直說 保守黨 亂花錢 錢從何來啊 這樣 即是說 賽事要減稅 錢從何來啊 亂花錢 又是理財不善啊 又是財政黑洞啊 又是財政黑洞啊 如果你的工當 原來講到最後 以為你很厲害 原來又是借錢 借到沒得再借 即是好像窮等親戚 借錢 拗到沒得拗的時候 就想絕招了 就是 本來就是說借錢 可能算是 用來做生意啊 那些 整整一下就變成 哎呀我兒子要醫病啊 然後整一下自己 又不是廢勞 看過這場片很多 就是 想盡絕招 如果呢 用盡所有的方法 是越借越多 這樣 這個呢 似乎就是 現在政治上 工黨要面對的 風險 可能會有很多壓力 有很多 political debate 當然啦 工黨現在 國會上 是有多數的 數到夠了 有得的 所以呢 短期之內 不會影響到工黨 在國會上的 majority 但是長遠來說 這個是影響到工黨 未來競選的時候 以Polo下一屆 要繼續連莊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呢 這個就是觀察下去 今集跟大家分享了這個消息 就是說 這個英國政府 可能就是會採用一些 金融政策 或者公共財政政策 上面的一些 修改 玩一下財計 是令到它可以借到多些錢 亦都因為這樣 可以間接地減低了 加稅的壓力 這個很快就會知道的 因為OBR 這個獨立的 budget 的審計的機構 他們據說 跟政府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是星期三 或之前 一定要將這些主要的 一些抽取預算案的重點 是交給他們去審計 看看會不會影響公共財政 是否行得通 即是說 有決定的話 很快就會知道 到時 相信會聽到更多風聲 究竟政府戶路裡賣什麼 到時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個抽取預算案的情況 多謝你收聽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留言 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這個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鈴 一有新片 會馬上通知你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